大家好 我是聶sir AI機械人已經是走進醫療的領域 今天會講一下微創機械人 他的投資價值有多高 近日見到中國的AI產業 是受到國際間的高度關注 例如在聯合國的大會上 馬斯克跟以色列總理諾塔尼亞胡聊天時 到底有哪個國家會在人工智能產業領域 馬斯克直接說到中國是絕對值得留意 而且有潛力成為世界第一 以現時的分析來說 美國佔過一個AI產業屬於領導地位 其次就是中國的 英國的閨傳媒亦有相關研究 在6月發佈了一個最新的AI指數 當中提到美國是排第一 至於中國的綜合能力是排第二 指數就是涵蓋了有研究、開發、政府的策略、人才和基建各方面的因素 所以這個指數的分析都頗全面 換言之在中國各方面 都在世界方面有一個領導地位 現時也值得留意 國產機械人已經從實驗室走到手術台 人民網有一篇文章指出現時已經有機械人可以撞到鵪鶉蛋的蛋殼 相信大家都知道 四五隻鵪鶉蛋才能對應到一隻雞蛋 所以精細程度相當高 至於這個技術 現時亦都應用了在醫療方面 機械臂如果大約是2.2厘米 就可以做到皮膚微創手術 另一個方面可以再進一步做精細一些 例如是0.07-0.1毫米的微創手術 接下來也可以做得到 而這個技術已經打破了 美國的達文西SP單孔腹腔鏡手術機械人的壟斷地位 在中國的醫療技術是因為AI機械人已經有大躍進 而AI產業已經在內地發展了非常多元化 除了AI機械人之外 也有決策類的AI 另外是繪圖又或者是語文方面的AI 但相對上AI機械人的技術方面的含量比較高 而香港來說暫時只有這個微創機械人 他不單是做AI機械人 而相對上已經跟醫療型領域 也就是跟我們日常生活有一個接軌狀況 他最近研發了一個寬室關節的支援手術機械人 亦都獲得在內地批准來上市 而這個機械人最大的特色是會有導航系統的功能 情況就等於我們現在用GPS的狀況 當然這個地圖方面就變成了這個室關節 就是變成了一個地圖 可以做到相應的微創手術來配合 而這個亦都是首個搭載自然機械臂的角產寬關節手術機械人 至於這隻股份的價值亦可以留意 現時每股資產淨值大概是1.07港幣 而對應它的市漲率範圍大概是9.8到41倍 計算出來的平均值大概是23倍 按照剛才說的數據分析到 大概這隻股份的每股合理值是接近25元 現時微創機械人的股價是低於18元 所以潛在升幅是接近40% 我和客戶是沒有持有上述的股票的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內容 如果有興趣了解我更多的分析內容 可以加入秒頭我的聊天室聶股共贏方 新 distances通訣 可以加入簣東西嗎 現在只要潛來